长江航道经现漂浮失快 法医事件发现疑点重重 逆流而上 沿江各地查找事源 天网恢恢 警方如何锁定真凶 逆流而上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2015年8月26日一早 这条货轮上的水手们就开始了忙碌的作业 他们要在几天之内 把这满满一团货物系到码头上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船工老潭 突然在船舰外侧的江面上 发现了一个不寻常的物体 就发现江面上 漂着一块白色的 类似于动物肉的东西 货轮停泊的地点是一处回水湾 很多上游漂来的杂物都会停留在这里 老潭也没有太过在意 顺手拿着竹竿 把它往江心捅了捅 希望顺着江水漂走 不要影响他们作业 但是到了8月26号下午的时候 他捅出去了那个东西 那个白色的东西又漂出来了 这次老潭清楚地看到 这块东西的形状 很像是人体的某个部分 他拿出了电话 向公安机关报告他的发现 喂你好 长行公安局万州分局110指挥中心 接到报警后 指挥中心一面通知所在辖区的派出所 赶赴现场 一面将案情向相关领导进行汇报 一般的情况下 一个肢解的尸块的话 它应该是个疑似命案 是比较动大的案件 长行公安万州分局 在第一时间调集行侦 技术法医等相关警种 赶赴现场 就在出警的途中 已赶到现场的派出所民警 再次报告 尸块已被打捞上案 上面明显有人为之解的痕迹 局长李川华下令 启动命案侦破机制 并成立专案组 我们认为案件的性质 应该是他杀 案件的管辖 符合规定 可以立即立案 毫无疑问 他们将要面对的 是一起侦破难度极大的 杀人碎尸案 碎尸案 就是侦破的难点 也就是第一宪长 或炮尸宪长 那两个宪长在那里 大家是 老婆是一个恐怖的 案发地点 石柱县西托水域 位于万州分局的上游 警方乘船赶赴现场 是逆流而行 当专案组到达该水域时 天色已经十分昏暗 光线非常不好 我们借助我们节有的灯光 以及公安巡逻艇上的灯光 来开展工作 工作经验告诉他们 尸检工作开展的越晚 有价值的线索 就流逝的越多 可是 现场又只有月光 和探照灯光的照明 这对于法医 正在进行的尸检工作来说 实在是一个不小的困难 一个状况说话 太常见了 尸块都腐败的程度比较大了 从表面的腐败程度来看 具体确定在哪一个位置 在哪一个位置抛尸 还有死亡原因 在哪个位置 在哪个地方死的 这些都很难确定 尸块被抛入水中以后 会下沉一段时间 只有随着腐败程度的加深 密度逐渐变小后 才会上浮 如果不能通过尸检 确定被害人死亡的大致尸检 那么 案件的侦破工作 将会面临极大的困难 根据那个尸块 当时它发现的时候 它的颜色是白色 应该说是8月26号早上的时候 刚刚浮出水液 它法医还是能够能够盼着它 初步盼着它死亡时间 从那个实际的腐败程度来看 应该是死到了5到10天 这个结论也许还不够精确 但是对于警方下一步 查找试源工作来说 却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结合这段长江航道的江水流速 警方划定了一个 抛尸地点的大致范围 根据我们的经验判断 这个尸块应该是从上游 飘下来的 我们当时也在调查 当时长江里面的一个水流的速度 也在估算这个尸块 最快最慢 是从上游什么地方飘过来的 根据警方的推算 尸块在水中漂流的距离 不会超过300公里 发现尸块的石柱县 西陀水域的上游 有近几远 以此为重庆市所下的丰都县 福陵区 长寿区 重庆市的主城区 以及江津区 这些区县成为警方 寻找试源的重点区域 也就是说 江津医下 西陀医上 周边整个大的水域 也就是说 有300多公里的范围 这个范围应该来说 还是比较广大 对我们后续的工作 工作量 还是挺大的 同时 警方也不能排除 嫌疑人在船舶上 作案的可能 案发时间段 航行在相关水域的各类船只 也被纳入了排查的范围 通过初步检验 法医认定 死者为男性 生前身高应该在1米65左右 年龄不小于35岁 特别引起警方注意的是 在这具尸块上面 发现了具有明显的 侮辱性质的损伤 这让他们对凶手的作案动机 做了一些猜测 可能是不是这个 有情杀呀 或者是感情纠葛之类的事情 法医在事件时的另一个发现 也得到了专案组的重视 这处疤痕应该是很多年以前形成的 和被害人的死因没有关系 但对警方而言 这处疤痕即是被害人身体上 仅有的特殊体貌特征 更是推测死者身份和社会层次的 一个重要依据 对于警方而言 一个没有任何附着物的尸块 能够通过事件 发现这么多有价值的线索 已经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但是他们最大的期盼 还是放在了对DNA样本的 提取和比对上面 当时我们一方面 将这个尸块的DNA 送重庆市公安局行政总队 进行检验比对 另外我们通过新闻媒体 通过长江沿线的公安机关 通过余政 海事部门来寻找 近期有没有失踪人员 但是一连四天 案件的针破工作毫无进展 被害人究竟是谁 什么人如此残忍地杀害了他 嫌疑人和被害人之间 又有着怎样的爱恨情仇 对于这些问题 警方还没有找出答案 一刀疤痕 引发诸多联想 一桩起案 警方逆流排查 侦破工作何去何从 警方能否查评诗员 逆流而上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826杀人碎尸案的侦破工作 全面展开 警方已案发地点 上游300公里以内的 沿江各区线为重点 向辖区各级公安机关 媒体发布寻找适中人员的信息 并向长江海事 航道与郑通报相关情况 同时派出警力 大范围调查走访 近期在上游航行作业的各类船只 专案组认为 我们进行插找诗员这项工作 是我们整个按针工作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只有找到诗员 我们进一步的明确侦破的方向 才有可能 警方的走访调查工作 并没有获得很好的线索 沿江各区线 也没有符合条件的失踪人口 案件侦破工作 似乎陷入了僵局 警方再次把注意力 集中在死者身上的标志性特征 那处陈旧性的刀疤 通过他臀部的一个疤痕分析 这个人有可能曾经是社会宣传人员 可能是照公安机关处理过的 被采集DNA的 果然不出所料 案发第五天 重庆市公安局行政总队传来了消息 他们送简的DNA样本 和全国DNA数据库中一个人的信息 完全吻合 他们通过比对 将我们四块的DNA 和曾经在青海省一个监狱 服刑的一个犯人比对上 根据市局行政总队提供的情况 比对上的这个人 姓梗 53岁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 因为全国DNA数据库中的样本 是在2000年采集的 那时数据库的建设还并不完善 里面只记录了港某的姓名 和出生日期 2000年采集的 时间也比较久了 没有一个准确的身份证号码 所以说这个人员的详细准确信息 是没有出来的 但是这个结果 对于案件侦破工作来说 已经是一个重大突破 想要进一步查询 港某的相关信息 并不是难事 我们将港某的姓名 输入重庆市人口查询系统 进行比对 整个重庆范围内 叫这个名字的 就只有一个人 53岁 家住重庆九龙坡区 专案组马上逆流而上 移施重庆市九龙坡区 围绕港某的社会关系 开展新的走访调查工作 同时警方还了解到 就在不久前 这个姓耿的人因为酒驾 被九龙坡区公安分局的交巡警 打击处理过 同时也采集了血样 只不过还没有来得及 录入全国的DNA数据库 为了保险起见 专案组再次前往 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 将耿某酒驾后被采集的血样 与之前送简的尸块DNA样板 进行比对 通过连夜的检验检定 确定了 我们发现的这个尸块 就是九龙坡耿某 是同一个人 到这个时候 死者的真实身份 真正查明了 就在专案组 为查明了尸员 而感到振奋的时候 他们的兄弟单位 长江航运公安局 重庆分局 送简的一份DNA样板 也比重了耿某的DNA信息 我们长江公安局 重庆分局 8月25号晚上的时候 在重庆九龙坡 建设码头长江边 发现一个人体的脚板 长江航运公安局 全线16个分局 他们在长江 未知名尸体的处置方面 有着很好的协作机制 重庆分局的发现 大幅度缩小了 抛尸地点的范围 这为案件的侦破工作 节省了大量宝贵的时间 这个脚板 他被抛出长边的地方 应该在这个位置 或者是这个位置的上游 经过走访调查得知 被害人耿某平时都是毒居 有多年吸毒史 曾因抢劫故意伤害 在1983年被判刑11年 因贩毒 在2000年被判刑7年 在青海某监狱服刑 出狱后回到重庆居住 三年前与妻子刘某 彼婚 耿某的个人 是一个监视场 被开除的一个人 有一个女儿 女儿也没跟着她 也就是说 她就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人 在社会上婚的一个 社会上低层的一个 是个婚婚 耿某的个人情况 和专案组之前的猜测 十分吻合 那么像这样一个人 究竟因为什么 为自己招来了这样一桩 死无权势的杀身之祸的 犯罪嫌疑人和被害者 显然是认识的 我们认为 有因就有果 有果必有因 死者经济条件很差 警方认为 他被人脱胎害命的可能性很小 鉴于他吸毒和贩毒的前科 与他人因为毒品 而引发矛盾的可能性 是存在的 考虑到事件时 在他的体表 发现带有侮辱性质的伤口 表明凶手有报复泄愤的动机 情杀的可能性 似乎更高一些 我们当时考虑 他的死亡 他被分尸 是和感情有关的 是不是因为感情纠纷 发了一些矛盾 导致了这样的事情的发生 这样严重的后果 警方调查了耿某的前妻 结果发现 两人离婚之后 就彻底断了来往 他的前妻 离婚后 在男女关系上 也没有什么异常 看来问题并不是出在 刚某的前妻身上 经过详细的走访调查 警方发现 刚某生前只和两个人 关系十分密切 一男一女 浮出了水面 男的姓李 女的姓王 李某是被害人 高某以前在建设厂的 一名工友 离婚多年 始终独居 下岗后 经常和高某混在一起 关系非同一般 而女子王某 则有过吸毒贩毒的前科 离婚后也是独身一人 李某 王某和耿某 他们都是多年的邻居 关系也很密切 而且从个找访之后发现 他们之间可能还有那种 感情纠葛 邻里间的调查 竟与最初的猜测 不谋而合 几十年的好友 为何成为警方 怀疑的目标 拨检抽丝 监控视频 成为锁定真凶的证据 众说纷纭 三人之间 又有什么爱恨情仇 逆流而上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在围绕死者 高某社会关系 调查走访的过程中 一男一女两个人 进入了专案组的视线 男子李某 女子王某 都是港某的邻居 彼此都有几十年的交情 来往十分密切 结合之前 对凶手作案动机的推测 警方认为 这两个人 具有相当大的作案嫌疑 我们认为 这些嫌疑 都是客观存在的 但是证据呢 还是不够充分 还需要 我们进一步的 开展工作 在对周围邻居走访过程中 民警了解到 被害人耿某 在邻居们的口中 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 他平时和周围的邻居 接触比较少 但是会经常产生矛盾 楼上楼下 还有隔壁的 他经常会 因为一很小的事情 和邻居闹起来 周围的人反映出来 他的性格 挺怪异 感觉他像有病一样 当地派出所 向专案组提供了一段 有关港某的视频资料 画面中的这个人 就是港某 他因为和邻居发生纠纷 动手打伤了人 派出所民警 先来调解的时候 用随身携带的执法记录仪 拍下了这段画面 港某面对民警的调解 情绪十分激动 语无伦次 不听地说 邻居在家里制造毒品 对他的健康 产生了影响 那些人那些都不晓得 他做我很帅的 做的作品 那些晚上搞搞搞 整整 车出来弄 他不晓得 什么跟他去搞 我把农村 我进去 我都是合物 而且他自不出现 也是理由我的关系开始的 我还不清楚 我也还不清楚 他都说他整个劳动村 的制度 他家里面 都是制度的窝点 有制度的工具 他都是制度的头 反正就完全是一个神经病 那种人的一个人的说法 警方很快就查明了 高某所说的事情 纯属自虚乌有 通过这件事 当地派出所 对他的精神状况 十分担忧 但就是这样一个神经兮兮的人 具有一个关系十分密切的死党 李某 在走访调查的时候 反映出来 在8月18号晚上的时候 耿某 独自一人 到了李某的家中 这是警方目前掌握到的 耿某最后一次出现的记录 8月18日以后 整个小区的居民 就再也没人看见过耿某 警方同时调取了小区路口 8月18日以后 所有的监控录像 希望能够从中找到 有价值的线索 后来我们调取视频监控 在8月19号晚上 李某两次出门 都是独自一人 耿某并没有和他一起出门 这个情况在警方看来十分反常 因为耿某从18号晚上 进入李某家以后 一直没有出来 李某平时又是一个人独居 他怎么会邂逅两次 把耿某一个人留在自己家里呢 这个情况确实很可疑 他和耿某本来是很好的朋友 到了家里面来做客 而他不管耿某 独自一人出去了 去做什么 通过监控视频 警方发现 8月19号晚间 李某外出的行迹也十分可疑 他这一次出门的时候 是骑着自己的摩托车 同时也戴着头盔 穿了外套 他这个摩托车 后面有一个后备箱 根据这辆摩托车的特征 警方调取了大量的监控视频 从中找出这辆摩托车 在当天晚上的活动轨迹 沿着这个轨迹 我们继续调取监控录像 没过多久 他又一次骑着摩托车出门了 这一次他走的路线发生了变化 他骑着摩托车 经俄公园长江大桥过了江 在八宾路长江边 一条盾船附近停了下来 因为当时是晚上 监控上的效果也不太好 我能够模糊地看见他 朝盾船旁边的一个排水沟里面 又抛下了几包东西 虽然监控探头 距离李某的距离较远 警方只能看见一个并不清晰的身影 但是这已经足够引起 专案组的重视了 深更半夜的从家里面多次出门 到外面泡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可不可能是识块 虽然说进出者赤 进墨者黑 可是在走访调查的过程中 专案组发现 李某在邻居中的拷杯还算不错 这个人平时比较厚道 既不像杠某一样吸毒 也没有其他的犯罪前科 还算得上是被害人唯一的好友 如果凶手真的是他 这个李某的作案动机会是什么呢 明确犯罪嫌疑人的过程 就是一个充分收紧证据的过程 在街坊四邻的分分议论中 警方对杠某李某 还有女子王某 这三个人之间的关系 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杠某他和王某虽然是男女朋友关系 但是经常吵架 有了矛盾之后 王某和李某又走得比较近 王某经常到李某家里面去换洗衣服 甚至还有过夜的情况 综合这些线索 警方认为李某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决定对其实施抓捕 但是就在杠某消失后不久 李某也消失了 他手机号都换了 人也找不着了 也不知道上哪去了 这个结果让专案组所有人员的心头 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如果嫌疑人真的逃往外上 甚至境外 那么将其绳之以法的难度 无疑会大大增加 正在这个时候 我们作案组又得了一条线索 他已经从云南乘坐飞机 飞回了重庆 但是回了重庆之后 他人在哪儿 我们不得而知 锁定真凶 警方准备开展抓捕行动 知身潜逃 一犯却又悄然返回重庆 好友为何拔刀想想 案情几时 真相大白 逆流而上 天望栏目正在播出 根据可靠的情报 犯罪嫌疑人李某 已经从外地返回了重庆 在梳理了李某 所有可能的落脚点 藏身地以后 警方认为李某无处可去 他在九龙坡去的家 是他唯一的选择 在蹲守的过程中 警方发现 李某的家看起来没有人住 但实际上又存在着 很多反常的现象 自己把家里面的长脸全部是拉上 别一天晚上不开灯 也不出门 但是明显你知道 屋头有人 点风扇是开起来 点标在转 种种迹象表明 嫌疑人李某就藏身在屋内 警方决定对其实施抓捕 因为失利抓捕难度很大 尤其是铁门的障碍 我们想到第一个方案 最优先的方案 就是对李某实施诱补 专案组请来了当地工作经验 非常丰富的社区工作人员 协助抓捕 可是不管他们怎么敲门 李某的家中始终一片寂静 这种反常的寂静 让专案组心急如焚 他们意识到 在室外进行诱捕的方案 失败了 是李某察觉了什么 察觉了公安机关 还是说 李某到了家里面 对任何人都自自不问 或者说 甚至有可能 李某会不会自杀了 时间不等人 战机稍等急事 警方决定入户抓捕 李某家的防盗门 被人从里面彻底锁死 专案组只好请来消防部门 使用专业器材进行破门 我们当时在破门的时候 就有一个男子到了门口 明显感觉很紧张 大呼大叫 问我是谁 问我要做什么 此时 为了给正在进行破门作业的 消防人员争取时间 门外的民警们 反倒是一片沉默 隔着防盗门 人们似乎听见 里面那名男子 竟然在拨打 报警电话 李某家的防盗门 很快就被警方详醒打开 此时 李某正站在门口 被冲进屋子的民警 带了个正道 在他们家客历的沙发上面 就发现大量血迹 然后推断了 这个沙发 沙发地方 就是 李某杀害格某的地方 经过技术人员 及时的现场勘查 在屋内的沙发 卫生间 折叠水果刀刃上 提取到的血迹 与死者格某的DNA 完全一致 专案组确定 李某住处 被杀人分尸的第一现场 经审讯 犯罪嫌疑人李某 也没有抵赖 如实地供述了 自己杀害坑某 并碎尸抛尸的 恶劣心境 据李某交代 死者坑某 与其同居的女友王某 近段时间时有争吵 耿某吸毒之后 经常会性情大变 脾气暴躁 疑神疑惠 2015年8月初 王某和死者耿某 大吵一架 耿某将王某 赶出了家门 无家可贵的王某 只好在好友李某家 落脚留宿 新丽丽的武器 都把这些轮一轮裤 都挂在他那个 放到网上 都被新耿地 发现了 看得了 这些新耿地都怀疑 那个新丽丽 跟着他那个女朋友 兄王某两个人 有啥子 所以都在 经常都能找他撤皮 8月中旬的一天晚上 耿某来到李某家中 用随身携带的匕首 捅伤李某的手臂 并用匕首柄 猛击李某头部 此日 耿某在和李某 吃饭喝酒时 又用其随身携带的匕首 捅了李某的大腿两刀 并当众对李某 进行辱霸 认为他跟王某有染 而李某对耿某的做法 却一直敢怒不敢言 我们找到了重庆建设医院 当时就诊的医生 也证实了这个情况 有关的病例 也证实了 确实李某 当时是到医院去就诊过 有伤 伤的部位和李某 自尘导 自疏的情况 也是一致的 2015年8月18日 晚上8点钟左右 耿某再一次来到 李某家中 并且随身携带了 用于吸食的毒品 吸食过程中 高某的情绪逐渐激动 套出随身携带的匕首 威胁李某 让他给王某打电话 将他喊回来 在庚某的一再要求之下 李某给王某打电话 王某刚开始还接电话 但后来电话也不接了 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 据李某说 庚某就更加的狂躁 愤怒 庚某拿着起随身携带的匕首 继续对李某进行威胁 声称 要是找不回王某 就要杀李某 同时 庚某抢过李某的手机 一边翻电话簿 一边威胁李某说 要将他朋友 家人 孩子的电话号码 记下来 全部杀掉 这种情况下的 这个李某的 就可能受不了了 就算这样 因为这个人 本来精神也不正常 知道 有可能真的会做这样 这时 李某悄悄从桌上 拿起一把匕首 藏在自己身后 同时请求庚某 不要伤害他的家人 但 已经被毒品迷乱了心智的庚某 继续一杀李某全家 向威胁 在忍无可忍的时候 李某终于失去了理智 手中的刀 刺向了 还在喋喋不休 大发雷霆的庚某 在这个时候 他一要杀我 刚才把他一杀 在杀害庚某之后 李某才意识到 自己已经铸成大错 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 他在家中将被害人肢解 分几次 将尸块抛入长江 李某在何庚某反目成潮之前 的确前往医院 治疗过刀伤 很多邻居也向警方证实了 李某供说的大部分情节是客观真实的 同时 同时警方还前往格某曾经就诊的医院 调取了他的病庇 从8月26日在长江里发现尸块立案 到9月8日 李某被警方抓捕回案 这起杀人碎尸案 终于被警方彻底侦破 那么长江杀人碎尸案件 信心量小 证据证言少 范围区域大 是最难以征破的情深案件 826杀人碎尸案件 创下了长江杀人碎尸案件 快征快破的典范 日前案件已被警方 移交至当地人民检察院 等待提起公诉 判案的犯罪嫌疑人李某 面对一位毒品 已经彻底丧失了理智的好友 先是一位忍气吞声 在事态失去控制以后 又选择了以暴制暴 最终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恶果 那么公民受到不法的威胁 或者伤害 应当向公安机关 报警或者求助 不能一意无形 一旦触犯法律 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historia 未经许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